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15期 今天咱们的标题叫做列表渲染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非常简单,就是一个V4 这个其实咱们在前几课曾经简单的介绍过 那么今天开始咱们做一个简单的专题 来专门讲解如何循环 咱们先看一下V4的定义 非常简单 循环数组元素 当然它不光包括数组了 还包括对象 然后是数列 list都可以 咱们今天的例子先讲数组 所以咱们就写循环数组元素 然后整理内容显示到页面上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例子 非常的简单 咱们先看数据 今天这个地方有一个数组 游戏数组 存放着三个游戏 勇者斗恶龙 酷跑卡钉车 马里奥世界 分别显示它的价格 那么咱们今天的例子就是循环数组 然后把每一个数组项的内容打印出来 咱们再看HTML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项是LI 然后在这LI当中 咱们注意看 我这用到了V4 就是说我要循环LI元素 然后V4里面内容 咱们说是要循环谁 把谁呢 放在这个印的后面 这是games嘛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两个是一对应的关系 就是说 我循环games 从games里面取什么呢 取game的每一个元素 以及该元素所占有的位置 index下标 然后呢 咱们打印什么东西 注意看啊 这个是咱们LI的显示内容的部分 是这个地方 咱们看啊 首先先显示这个index12345 显示到数组 是这个数组中的第几个了 这个地方打印 然后呢 紧跟着打印游戏的名称 然后呢 加一个斜线 接下来是游戏的售价 卖多少钱 多少多少元 人民币 非常简单 这样的话呢 咱们把这个数组循环出来 然后呢 把数组内容呢 打印到页面上 其实在咱们实际的项目开发过程中啊 这种例子 这种使用方法非常非常的多啊 好 我把它拷贝过来 放到网页中去 咱们在这个实际项目中 这个games不是说咱们写在网页中啊 是从数据库 从这个服务集团取过来啊 咱们大家有这个意识啊 好 咱们考到网页中 好 咱们运行一下啊 今天是第15课 15 咱们看一下 哦 出来了 显示了三个数据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下标从0开始 这个很对啊 因为这个渣渣的渣渣脚本 当然包括渣渣语言也是一样了 它的数组下标呀 就这个地方 它不是从1开始 从0开始 所以呢 这显示是012 有朋友说 因为我想显示112行不行 不是112 123行不行 112像话嘛 好 没问题 如果咱显示123的话 就说咱们下标从1开始 那么咱们在这加个1 咱们在显示逻辑的地方加1 它应该就是从1开始啊 咱们试一下 好 大家请看啊 咱们循环这个列表 然后第一个数据 是勇敢斗我龙卖500 然后第二个 哭跑卡定车卖400 第三个 骂里奥世界卖550 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循环 不知道今天这个知识点 您听明白没有啊 我认为啊 非常的简单 不是很难 那好吧 今天这个知识点呢 就给您非常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今天的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了开源中国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那么咱们下个视频呢 我想呢 咱们还是继续循环 不过呢 不循环数组 咱们的循环对象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